对啊 特别能说 就是这种常有你觉得我都对 我摔伤了 磕块皮 你就得重视我啊 你骨折了我还得笑你笨 就这种人 啥事都会受伤 你停吧你还叨叨呢 就是这种人其实 他也不是有坏心眼 我知道就感觉跟小孩一样 但他还说人家是小孩 自恋自大的人往往背后有一个另外的自我 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自卑 就他一定要用自己常有理 认为自己很帅 你必须听他的话 来找到他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就像那个小刺猬你知道吗 他说出的话是扎你的 是刺痛你的 什么你笨啊 你考试肯定考不过啊 你还考什么教师证啊 你不化妆啊 你难看啊 你看人别人 但因为他里边有一个很软的自己 他需要这些刺来保护他 就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到他 可能会发现 那个柔软的他 但是啊 你别以为我是给你找借口 帮你来开脱 你所有跟他表达的方式和你的状态 我都是不认可的 作为一个男孩 一个男人 用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谈恋爱 那就不是像小刺猬一样保护自己的柔软 而是自私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 似乎找不到默契的那种爱的状态 就是碰到对的爱情 舒服的爱情 你是不需要拿出刺的 你是不需要通过自恋和自大 来掩饰自己的某个层面的小软弱 你可以很光明磊落的 去展示自我 不需要用那些小伎俩小方法 来博取别人的关注和认可 所以可能姑娘 不是那种能让他完全放下外表的那种 坚硬的东西 或者是防御东西的那个女孩 而这个男孩呢 也不是你真的能够包容的那种 他的刺伤你的些话 你觉得岂是笑笑一过 你们彼此都没有对等的承受力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适合在一起 我就说到这儿啊 供你们参考 许总 你们现在这种爱情的状态 第一呢 更像找的是一个玩伴 你看看我的玩笑 我看看你的玩笑 我帅吧 你漂亮吧 你们还是在约爱情这一块的 就是一个皮毛 能谈上爱情吗 一年多 在一起打打闹闹 然后互相觉得貌似很般配 或者周围的人就 呀 这个郎才女貌的 真好看 金童玉女 但实际呢 实际其实 我相信每一个男孩或者男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会觉得 我应该是最棒的 至少我让对方觉得我是最棒的 对吧 这种 我们可以解读为自大自恋 但这是很正常 谁不希望在自己爱人面前 表现出最优越的那一块 但现在你们其实就是在玩到当中嘛 如果真是遇到过不去的坎 我觉得彼此不用有什么遗憾 因为你们并没有进入到彼此的那种 骨肉相连的那种感觉里 你们并没有一种对方疼 对方伤 我不由自主的慌的那种感觉 没有 当你们在台上已经谈的不是说 你摔了一个跟头 我在边上笑 已经不是说 总是你觉得以长辈状态在教育我的时候 谈一些更实在的问题 谈一些更能让人觉得 有感触感觉的那些事 那意味着你们之间出现真正的矛盾了 同时也意味着 你们真正要步入一个所谓成熟的恋爱了 慢慢地去过去体会 你才能懂得我说的话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齐总 来 图老师 我想说男生的是 基本上有能力的男生 不会去否定自己的恋人 说你不行 来证明我很想 有的时候在 你和恋人之间的争吵过程当中 其实内心是有不忍的 当对方向你低下头的时候 你得不到预期的快乐 难道你不觉得 所以我觉得你并没有多爱这个女生 当你每次以胜利者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去一指气使的时候 我觉得你没有把她当成爱人 你眼中充满的都是不戏 等什么时候 你会碰上一个女生说 你不自觉地想去欣赏她 去表演她 去赞美她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 优越的姿态去指使她的时候 你内心瞬间地产生一种不忍的行为 那你一定是爱上这个女生 但这个显然不是 你们俩爱得还太少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那就很简单了 要散 就散了吧 要好 就好好玩吧 就是这样吧 我们一起进入到那几天